接著我們要問各位一些問題 第一個問題 上面有個VT圖 下面有個VT圖 基本上傾斜的狀況差不多 我們時間也差不多 那這兩個位移到底是哪裡不一樣 比如說大小不一樣 比如說方向不一樣 比如說通通不一樣 還是什麼挖勾會不一樣 這兩個位移有何不同 這兩個位移有什麼不同 Number 2號 2號 哪裡不同 這兩個位移 你們說 這兩個畫出來的面積 位移方向不同 上面那個是正方向的位移 下面那個是負方向的位移 這兩個東西位移的方向不一樣 好 下一題 分 來 我猜了四段 一二三四段 這一二三四段 請問你 速度加速度位移的方向跟速度變化 速度正方向 加速度負方向 位移正方向 速度越來越大 再回答我 往正方向還往負方向 速度是越來越大越來越小 一二三四一二二 先回答一 再回答二 再回答三 再回答四 先講一 一是怎樣 看圖的意思 看懂圖 這樣子畫 速度是正方向還負方向 加速度正方向還負方向 位移是正方向還負方向 位移是正方向還負方向 二十四 我要回答一 你指的回答一 我讓你先問一 速度是正方向 速度正方向 位移是正方向 位移是正方向 然後速度越來越大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請坐 他畫在上面 V的上面是正 所以V是正 V是正 速度是正方向 位移就會是正方向 可是他的速度越來越小 表示加速度跟速度方向相反 所以速度是反 加速度是反方向 那他是越來越小 所以加速漸解 那二呢 那二呢 你們爸沒有十八齁 十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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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帥哥 帥哥十 來 你的答案 加速度正方向 速度正方向 速度正方向 位移正方向 速度越來越大越來越小 之類回答我 不知道 好 速度 速度正方向 速度 加速度正方向 負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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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大小 越來越大越來越小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你現在最後一個不會講 下方向 下方是負方向 所以速度是負方向 速度是負的 位移就會是負的 速度跟位移的方向會 一樣 你往東走 你往東走在會 你往東要廢話 所以那個位移一樣 你的負的越來越多 就表示 加速度跟速度 同方向 第三段 第三段 23 23 來 你的答案 加速度正方向 速度 速度也是正的 說對 然後位移呢 位移是正的 然後呢 速度越來越大越來越小 越來越大請坐 恭喜你 幾乎都錯了 他畫在下方嘛 畫在下方 就表示速度是負的嘛 速度是負的 位移就會是負的 那負的越來越怎樣 負的越來越少啊 從負五變負四變負三啊 負的越來越少 就表示加速度跟速度是 反方向 所以加速度正方向啊 然後速度越來越減少嘛 我講過那個正跟負代表是方向 不是說負五比負四小 不是啊 那個負四小方向的意思而已 方向的意思而已 所以加速度見真 最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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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個的情況如何 五是二人 五是二人 三十五號 半女生了 你們半沒有十七 11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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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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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撐啦 起立 我拉遠一點 答案 加速度正還負 加速度是正方向 速度正方向負方向 速度是負方向 位移正方向負方向 正方向 速度正還負 速度越大越來越小 你給我讚好了 大 請坐 我要算你答對嗎 他畫在上面 所以速度是正 正的越來越多就表示 加速度跟速度同方向 位移定跟速度同方向就這樣子 我再說一次 位移跟速度一定同方向 速度正位移就正 速度負位移就負 速度的數字越來越大 就表示加速度跟速度同方向 速度的數字越來越小 就表示加速度跟速度是反方向 就這樣子 很簡單 要你會看圖會認得 這是一個基本的能力 希望你能夠有 會看圖知道一些大小一些變化 ok嗎 ok OK OK